作者 默默 眼波人 巨无八亚军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虚公帝是最近才出现的势力 无影洞天中的舞者都不知道在这里生存了多少年 对虚公帝哪有什么知晓 事宜也无从判断扬开的言辞真假 不过在这无影洞天中 不管是什么出身 到了此地都派不上用场 曾经洞天伏地的弟子陷落这里 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对人不假词色 最终结果以悲剧收场 也不知被哪个强者悄悄地给杀了 杨开气息显露 好歹也是个无品海天 这卫士兄弟不过四品 对他自然客气 觉得时机差不多了 杨开忽然开口问道 对了 前半日这轨迹坊刮了一股狂风 那风到底有什么名堂 何故我躲进地下数百丈都无法避开 提起那快风 卫士兄弟都不由地打了个冷战 卫兄神色奇怪地望着杨开道 杨师兄为了避开那风 躲进了地下 正是 兄弟二人对视一眼 谋中不由浮现出回忆的人色 寻急卫兄失笑道 我兄弟二人当初也是这么干的 结果毫无效果 那风根本避不开 不但刮进了地下 还刮进了小乾坤之中 让我兄弟二人损失惨重 杨开不住汗手 正是如此 我如今这小乾坤里一片狼藉 问兄弟 杨师兄有所不知 那快风在此地被换作无影钢峰 也不知道到底有什么名堂 无孔不入 整个无影洞天 只有寥寥几处地方不受跟扰 其他任何地方都是无法躲避的 这几处地方 便是如今无影洞天内 森塔势力的总坛所在了 我悬崖山便是最大的一处 每次无影钢峰刮起来的时候 所有人都得避开 否则定要吃亏 杨开恍然道 怪不得之前碰到的那人说 在这无影洞天 不加入三大势力 根本没有办法存活下去 伟兄重重点头 可不是吗 没有庇护之所 早晚要被那无影钢峰 给吹得小乾坤抵运进室 乾坤崩塌 到时候必死无疑 杨开一脸忧虑道 这整个无影洞天 只有三大势力总坛可以躲避吗 若真是如此的话 那老板娘等人的情况就堪忧了 他们进着无影洞天 快有一年的时间 这一年里 不知道刮了多少次无影钢峰 对他们的小乾坤 肯定也是有影响的 卫帝摇头道 倒也不是 还有一些其他零零散散的地方 不过规模都比较小 容纳不了太多的人 伟兄接着道 不瞒杨师兄 即便是三大势力的总坛 也不是能完全规避那无影钢峰的 真是说 躲在其中 受到的影响比较小而已 其他地方纵然有避难之所 效果也不如三大势力的总坛 卫帝在一旁点头赞同 杨开挑眉道 如此说来 不加入三大势力的话 果真是没办法在这里生存下去的 那是自然 杨开目光闪了一下 难道这么多年来 就没有人在三大势力之外 安然存活 怎么可能 杨师兄 你之前也试过那无影钢峰的猛烈 以你无品开店的修为 觉得能撑过多少次 卫帝在一旁道 这么说起来 之前倒是有三个人流落在外 如今也不知情况如何了 有三个人流落在外 杨开露出惊奇的表情 这三个人什么来头 为何要流落在外 卫帝瞧了 卫兄一眼 有些不知该不该说 卫兄迟疑了一下道 杨师兄是要加入我悬崖山的 以后都是自己人 也没什么不好说的 卫帝这才道 杨师兄 你方才只说要加入悬崖山 却不知是否清楚 加入悬崖山的规矩 用恩其想 加入我悬崖山 自然可以在无影钢峰起风的时候 躲进悬崖山内 不受钢峰侵扰 但是因为这无影洞天内 物资短缺 所以每一个加入的新人 都要将自己的修行物资 上脚巴扯 有所听闻 杨开轻轻汗手 未替这才松了口气 暗暗想 之前应该是有别的势力 拉拢过杨开 只不过被杨开拒绝了 尝到了无影钢峰的厉害之后 这才起了加入悬崖山的心思 他们兄弟二人 当年又何尝不是如此 毕竟自己手中的物资 要上缴给别人大半 任谁都是不乐意的 然而只要吃过一次 无影钢峰的亏 不用别人拉拢 新来的舞者 自然会想着去加入三大势力 否则根本没有办法 在这无影洞天中立足 回想往日 魏氏兄弟都苦笑淋漓 收拾了下心情 魏帝道 那三人两男一女 修为都极为不俗 其中一个女子乃是六品开天 另外两个是五品 他们来着无影洞天的时候 正好落足在那悬崖山外 几位山主对他们自然都很在意 也曾拉拢过他们 而山主更对那女子 许下了保他做第五山主的承诺 只可惜被他们给拒绝了 能做第五山主是好事 那女子何苦拒绝 杨开不解问道 魏帝苦笑道 说起来咱们这二山主有个毛病 那就是好色如命 那女子姿色不俗 修为又与二山主相当 是呀 二山主便对他提了一个要求 那就是与他结为伴侣 方可成为我悬崖山的第五位山主 那女子也不知什么来头 也许火爆得很 一言不合之下 便与二山主大打出手 后来呢 杨开追问 那女子虽然了得 但也双拳不敌四手 我悬崖山中 可是有四位六品开天的 他又如何能是对手 几位山主联手之下将他打伤 让他给逃了 二山主气不过 还带着人追不过一阵子 不过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杨开听得心头冒火 表面不动声色 会凶道 此事不会就这么罢休的 那女子固然厉害 可几位山主若是真的动用权力 她当时也跑不掉 不过这无影洞天内的情况 与外界不同 物资稀少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谁都不愿意动手 因为消耗太大 当时几位山主若想留下那女子 非得付出巨大的代价不可 事已才会放任其离去 魏帝汉手道 如今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了 想必二山主应该快要动手了 那女子三人在外 固然寻了一处休养之地 可一直都在抵御无影刚风 想必实力大浅 不比当初再对上二山主的话 决然不是对手 杨开问道 两位可知那女子三人藏身何处 魏兄奇怪地瞧他一眼 杨师兄问这个干什么 应该淡淡一笑 好奇而已 魏兄也不宜有他 只是摇头道 他们藏身的地方 我兄弟也不清楚 不过二山主应该是知道的 说话间 魏兄一指前方道 前面就是悬阳山了 最近一个月正是二山主当职 杨师兄 我先领你去见二山主 回头入了寻阳山 咱们再好好聊聊 有劳两位 杨开七首 寻阳山有十几座山头 放眼望去 山脉之间多有宫殿楼台 还有许多舞者活动的痕迹 而能近着无影洞天的 莫不都是开天镜 半岛上 偶游后遇到相熟之人 都纷纷跟魏氏兄弟打招呼 更有人询问起杨开的来历 魏氏兄弟毫无隐瞒 那些人闻言 纷纷流露出羡慕的神色 因为杨开是魏氏兄弟 带进悬阳山的 回头上缴了八成物资之后 魏氏兄弟也能得到 一笔不错的赏赐 这等白德的好处 自然让人羡慕不已 很快 一行三人便落在一座山峰上 峰上有大殿 规模巨大 殿内隐约还传来嬉笑 大闹之声 音音艳艳 走到殿外 魏氏兄弟道 杨氏兄且稍等片刻 容我先去禀告二山主 杨开汉手等待起来 魏兄进了大殿内 没片刻功夫 便又走了出来 招呼杨开道 二山主召见 杨氏兄请 随着魏氏兄弟走进大殿内 那大殿正守卫处 一张巨大的椅子上 一个面色有些阴柔的男子斜躺 四目相对 阴柔男子嘴角一勾 露出一抹邪魅的笑容 安躺不动 你要加入我悬阳山 阴柔男子淡淡问道 你是悬阳山二山主 杨开不打反问 阴柔男子轻轻笑道 不错 本座正是悬阳山二山主 云飞白 大半年前 曾有一女两男 来到此地 那女子被你打伤 杨开再问 云飞白眼帘微微一眯 若有所思地 瞧了杨开一眼 一旁 魏氏兄弟也感觉有些不对了 都扭头朝杨开望来 那魏兄悄悄地扯了一下 杨开的衣服 传音道 杨秀 你问这个作甚 杨开不为所动 只是盯着云飞白等 是否有此事 云飞白慢慢坐直了身子 瞪了卫氏兄弟一影 那眼神中迸发的灵力 顿时让两人冷汗淋淋 头皮发麻 转过头来 看着杨开笑淫淫地说道 不错 那女子是被本座打伤了 本座要她成为我的女人 是看得起她 她却不失抬举 本座说不得也只好动手了 怎么 你认识她 自然认识 杨开点点头 那是我家老板娘 云飞白的 如此说来 你这一趟来我悬阳山 并非是要投笑的 你是来干什么的 杨开咧嘴冲她一笑 你伤了我老板娘 我自然是来报仇的 云飞白正了一笑 悬起伤长大笑 就凭你 上下瞧了杨开一眼 你这是才竞争武品 没几天吧 不好好巩固自己的修为 何故要跑我悬阳山撒野 你知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顿了一下道 也好 本座本就准备在这几天 去收拾那女人 你既然送上门来 那本座就先请了你 再去找她 你这么要紧她 说明她对你很重要 想来她也不会不管你的死活 想请我 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话落瞬间 杨开身形一晃 武品开天的气息轰然爆开 整个人犹如蛟龙出海一般 直朝云飞白扑去 他身旁处 那卫士兄弟不由自主地抱腿开来 身形两枪 云飞白蹲坐不动 只是不懈地望着杨开 一个扶在他身上的女子 揪贺一声 抬起一只一掌 便朝杨开拍了过来 这女子修为不俗 赫然是武品开天的境界 滚开 杨开抱贺 一拳轰出 轰隆一声巨响 那女子惨哭一声 蝶血倒飞出去 娇柔的身躯撞倒了一面墙壁 跌漏在碎石之中 身形淹没 云飞白脸色大便 豁然起身 爆喝道 放肆 她方才不出手 只是觉得没有出手的必要 一个刚进生的武品 又能发挥出多强的力量 自己身边的女子足以收拾她 岂不料 只是一击自己最强的女人竟就被打飞出去 其他几个女人也都是呆了一下 不过紧接着便回过神来 纷纷交叉一声 各式秘宝秘术 轰隆隆朝阳开砸来 她们这些女人 可不单单只是云飞白的玩户 毕竟都是开天镜的存在 个个都是有些本事的 只不过修为高低不同而已 阳开怡然不惧 双拳化作漫天前影 轰向四面八风 一声声爆响之时 世界伪力迸发 宫殿倒塌之时 一距去郊区四散跌飞 阴沉之中 杨开冲天而起 扭头四顾 眉头灰皱 若爆了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这几个女人当中 除了最开始跟自己 对了一掌的女子是五品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五品 剩下的都是四品三品 不过他们这两个五品 跟马天元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杨开此前与马天元一战 对自己的实力 有了一个直观清晰的定位 还以为五品还天 都如马天元一样强大 谁知此刻一交锋 才知太高看别人 小瞧了自己 想想也是 马天元是从六品境界跌落的 在五品当中都是佼佼者 这两个女人 又如何能相提并论 一体狼藉 诸女虽然都被杨开打伤 却是一个没死 断圆残壁之外 卫师兄弟 目瞪口呆地看着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瑟瑟发抖 语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五练巅峰》 第36005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练巅峰》 作者 默默 《五练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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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祝福真有算得到吗